参加了一场综艺直播 却得了个漂亮的老婆 只因主持人拿着我的手机随机联系 看到我通讯录里有个备注是老婆的号码 我想阻拦电话却已拨通 以后清冷的声音在直播间响起 怎么 想我了吗 可 可我们只是七月夫妻啊 我一瞬间头皮发麻 我和柳如嫣是七月夫妻 互为催婚的挡箭牌 约定好不再公开场合提起 我赶紧提醒她 如嫣老师 我在录制综艺节目 柳如嫣沉默一瞬 声音恢复冷清疏离 嗯 我刚刚在片场对戏 念的剧本台词 有什么事吗 我随便胡扯几句快速挂断电话 随后对上主持人贼兮兮的赤瓜目光 我强装镇定的笑笑 追星族 我从小看刘老师的电影长大 梦想就是取到像他这样漂亮又优秀的老婆 主持人意味深长的嗡了一声 配合原场 巧了 我的梦想也是迎娶刘影后 走上人生巅峰 回头我也把备注改了 笑容消失 我的拳头硬了 弹幕里突然炸锅 去年练宗里我就觉得他俩有猫腻 我磕的CP要成真了吗 胡卡少沾边 蹭热度没完了 抱走影后 如烟独美 柳如烟的粉丝闻讯赶来 不出几分钟 直播间就被轰炸的体无完肤 我早习惯了 去年一档明星练宗 柳如烟咖位最大 我只是被临时拉去凑数的 然而只有我们两个牵手成功 虽然观众都认为是剧本安排 无人当真 但柳如烟的粉丝始终坚决抵制 无他 我出道至今不过两年 基本无戏可拍 圈内查无此人 肖想影后 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已经抱得美元归了 收工后 我戴好口罩帽子 直奔影视成探班 到酒店时已是深夜 柳如烟窝在沙发里 手中还拿着第二天的剧本 人已疲惫地睡过去 套房的小客厅里只开着一盏落地灯 城隍的光线将他的脸庞照得温暖柔和 柳如烟翻过身 将小腿搭在我腿上 今天拍戏跌了一跤 帮我抹点药 柳如烟是打心成名 拍的戏打斗场面很多 受伤是家常便饭 睡袍滑开 雪白的长腿上有处明显的亲子瘀痕 我忍不住在心底叹口气 很想劝他不要这么辛苦 我养他绰绰有余 但电影是他的职业与梦想 我见证过他的拼搏 所以更无权让他放弃 将话宴回 我拿起药酒在手心搓热 帮他捂在狱青上 今天的事 抱歉 我将直播室内通电话详细交代 问道 会给你造成困扰吗 柳如烟无所谓道 没事 我的绯闻多了去了 不差这一桩 我松口气 他看向我 又补充道 不过骂你的人挺多 看着很烦 我可以把结婚证晒出来 为你证明 我连忙制止他 别冲动 这几年柳如烟风头正盛 事业飞速上升 爆出婚讯对他没好处 柳如烟会错意 你不愿意公开 我低着头认真帮他涂药油 没看到他冷下来的表情 诚实地点了点头 罢了 是我自作多情 柳如烟收回腿 冷着脸进卧室 将我的枕头被子丢出来 今天你睡客厅 我一愣 为啥 别耽误我梦里 又会脚踏祥云的大英雄 我茫然不知做错了什么 圈里新认识的朋友 看到热搜 打电话过来吃瓜 谢云飞 你真搞到影后了 我皱起眉 注意你的用词 行行行 你娶到影后了 不想私事被外人刨根问底 我撒谎道 没有 我就说嘛 刘颖后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对方不知想到什么 坏笑两声 人家就算要掉 也只掉有钱人 我家里有矿 说不准还有机会 你在乱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柳如烟刚出道的时候 可是有名的艳星 一晚上明码标价的 不等他说完 我黑着脸挂断了 柳如烟是什么样的人 没人比我更清楚 早在15岁那年 我就认识他了 当时柳如烟18岁 爆红后成为 我家公司的品牌代言人 线下分店开业 他受邀前来宣传站台 我当时正好放暑假 老爸看不惯我成天打游戏 硬要喊我过来帮忙 我百般不情愿 叛逆期任性妄为 故意踩着轮滑鞋冲进店里 瓷砖光滑 杀不住车 人群惊呼着散开 我眼瞅着就要撞在台阶上 摔个狗啃尼 一双细白的胳膊架住了我 宣传台上柳如烟离我最近 他被我冲过来的力道 撞得亮腔两步 却没有松手 你没事吧 距离太近 他的长发荡过来 发烧扫在我的胳膊上 散发出清浅的花香 我脸一红 抬眼看去 正撞进一双含着 银银水波的大眼睛 柳如烟肤色雪白 更显得同人黑亮 他目光关切 没有嫌恶 没有责怪 一瞬间看得我面红耳赤 心中怦然 当了十几年吊儿郎当的顽固 我突然想要改写归正 老爸是懂拿捏我的 承诺我成绩没提升50分 就给柳如烟投资一部戏 娱乐圈厮杀激烈 柳如烟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我希望他能尽量过得顺遂一些 于是我卯足了近学习 高中三年 从吊车尾一路逆袭到前列 我爸很满意 兑现诺言 那几年柳如烟片约不断 身价水涨船高 事业顺风顺水 只是背地里各种谣言四起 说他靠金主 认干爹 资源这么好 一定是睡来的 我气不过 在网上替他出头 与黑子对喷 结果被家里人没收了手机电脑 有着闲工夫 去多备几本单词 毕业送你出国 我的人生早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只有柳如烟是猝不及防的意外 父母对娱乐圈有偏见 并不允许我与一人走得太近 我偷偷要来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在他出席我家公司的活动时 才能偶尔见一面 高考前夕 新代言签约 我约他来休息室 柳如烟避开助理和经纪人 一个人溜过来 地下党街头似的 推开玻璃门 小孩 又来要签名吗 我成年了 别总这样叫我 刚满18的小朋友罢了 柳如烟笑起来 脸颊一对酒窝 嘴唇红润 如同一颗含笑的樱桃 三年的时间 他已出落的光彩照人 像极了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我不太敢直视他的眼睛 不自在地一开眼 只差三岁而已 柳如烟利落地拔开笔帽 在我拿来的明信片上 签自己的名字 大三岁呢 你应该叫我姐姐 签名指示的幌子 我只是想与她单独相处一会儿 从善如流地接受她的提议 我轻声喊道 姐姐 能再多写几句话吗 柳如烟想了想 提笔在名字上方又补上一行字 谢云飞同学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她没遇见有些怅然 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啊 我没读懂她眼中的遗憾 将那张明信片夹在书本里 下课时拿出来看看 提神解法 明信片的另一面 印着柳如烟的写真照 浓密的长发编成两条麻花辫 清纯甜美 照片被班里的同学看见 那人将明信片抢过去 起哄道 哎呦呦 谢大少爷也追星啊 我不悦地伸出手 拿回来 对方将胳膊抬高 一脸八卦 别看柳如烟长得这么清纯 私下里也给有钱人赔酒了 柳如烟这几年拍了不少热播剧 名气大 周围同学也凑过来吃瓜 有这是千真万确 我爸陪领导参加饭局 亲眼看见的 他们这圈里哪有干净人 我薅住那人的衣领 怒道 胡说八道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有证据吗 随随便便无人清白 在信口造谣别怪我不客气 其他同学也有柳如烟的粉丝 将信将疑 是啊 这种脏水可不能乱泼 这人被当仲下面子 脸上挂不住 大声反驳道 我爸拍下来给我看过照片 我手机里就有 他一边从书包里掏手机 一边阴阳怪气地朝我笑 谢云飞 那场饭局你爸也在 回家问了你爸爸 你偶像有没有给他老人家 也敬一杯啊 翻腾的怒气终于压制不住了 我一拳将眼前的人打翻在地 倒下的身躯带翻课桌 书本桌椅倒在地上 发出轰隆巨响 我夺回有柳如烟签名的明信片 砸烂了这个人的手机 事后我挨了处分 学校看在我爸出资 修建实验楼的份上 才没有给写进档案 回家我爸气得要死 抽出皮带 恨铁不成钢地骂我 追星也要有个限度 你再这么风膜下去 我就找人封杀他 我耿着脖子不肯认错 如烟不会做出这种事 怎么不会 还是我借口让他帮忙买烟 提前把他支持走的 留下来陪酒 别的人指不定对他做些啥 我愣住 他为什么 为前辈 我爸烦躁地来回踱步 以换个人追星 那姓柳的小姑娘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攥紧手心 默不吭声 往日柳如烟的一颦一笑赏回眼前 纯真无瑕 含笑的双眸亮如沉心 我不信 不是亲眼看见的 我都不信 深夜辗转反侧 我破天荒播出那串熟记于新的号码 等了很久 快挂断时 对面才接通 喂 女生的嗓音微哑 背景剩一片嘈杂 我顿时坐直了身子 你在哪呢 柳如烟没回答 冷漠道 你有事吗 我心中有了可怕的猜测 但我不敢问出口 纠结两久 我斟酌道 姐姐 家里人都不在 我一个人很无聊 你能找个清静的地方陪我说话吗 柳如烟有些犹豫 不等他回答 我听到那边有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在喊他 柳小姐 原来你在这里 话筒里传来衣料摩擦与肢体拉扯的声音 王老板 您醉了 我去帮你买点醒酒药 对方似乎抓住了他 柳小姐就是最好的药 跟我回去 你爸欠的债 你来替他还 柳如烟的声音带了明显的慌乱 您先放开 片酬到账 我会立刻转过去 老子不缺钱 拉扯声变大 话筒里传来一声带着哭腔的护救 你放手 云飞 我着急地喊道 柳如烟 把地址告诉我 他刚报出一个酒店位置 通话就被男人骂骂咧咧挂断了 我果断报警 披上衣服偷拿了我爸的驾照和车钥匙 一路风驰电车 赶到事发地点 警察效率更高 那人强奸未遂被拘留 柳如烟在后问室做笔录 我站在外面等他出来 将外套披在他被扯坏的裙子外 急切地握住他的肩膀 仔细打量一拳 你没事吧 柳如烟硬急事地抖了抖 避开我的碰触 摇了摇头 谢谢你 他头发蓬乱 神情倦怠 绕开我往外走去 我跟在身后喊住他 姐姐 彷徨在心头的疑问终究忍不住问出来 你为什么要陪这种人喝酒 柳如烟僵了一下 站在路边 冷声道 不关你的事 我家给的代言费不够高吗 投了那么多部戏 难道片酬还不够用吗 我几步夸到他面前 内心无名火起 柳如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见自己 他被我一连串的质问刺痛 转过脸来眼圈通红 因为我贪心 我就是一个怎么填都填不满的无底洞 谢小少爷 你帮过我 我很感激 但是请你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生涩俱利的样子 一时正主 姐姐 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柳如烟的睫毛湿润了 他的眼底总像迎着一层水 看不出是生而有之还是在流泪 云飞 别再问了 他将外套脱下来还给我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离我远一点吧 当着我的面 柳如烟掏出手机 拉黑了我的联系方式 别再来找我 年少的暗恋结束的粗不及防 我甚至没有机会表白出口 柳如烟就失踪了 他不仅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也消失在大众视野 那晚骚扰的人从派出所出来之后 就向媒体举报了柳如烟的混乱家世 他父亲是个老赖 早年承包工程 结果工地出世死了人 不仅没解决 还卷款潜逃 后来生意破产 债台高筑 早已上了失信名单 而柳如烟身为老赖的女儿 当明星赚取天价片酬 却不替付还债 实在得不配位 天理难容 新闻一爆出 柳如烟遭遇权亡抵制 化为失德艺人 他不得已拿出多年来的还款账单 自证清白 原来他出道后赚到的每一笔钱 全部为他父亲填了窟窿 给了出世的工人家庭大额赔偿金 欠下的债一笔一笔都在慢慢还清 证据确凿 刚赌上悠悠重口 他父亲又跑出来做妖了 这个男人故意召集来媒体 穿得破衣烂衫 带着腿脚残疾的老伴 痛制女儿不尽赡养责任 声称柳如烟并非自愿还债 每次转账后都对年迈的父母拳打脚踢 不仁不孝 负面言论再次将柳如烟推上风口浪尖 但这一次他没有否认 至今双方对不公堂 柳如烟的表情与他残疾的母亲一样呆滞 最终他交给父亲高额赡养费 之后带着母亲远走一国 杳无音讯 再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两年后 我在国外读书 期间一直不间断地寻找柳如烟的下落 可惜收效甚微 只听说他和我在同一个国家 直到有一部科幻片拍摄 来到我的学校取景 同学兴奋地叫我一起去围观 说演员阵容中有一位亚洲面孔 我心底没来由地颤了颤 当与那双熟悉的眼睛对视上时 我一瞬间忘了呼吸 隔着重重人海 柳如烟似有所觉 他回过头来 看清我的刹奈有些失神 我激动地朝他挥手打招呼 可他转回身去 面容清冷 装作不认识 物是人非 我失落地收回手 静静望着他的身影 柳如烟的五官明艳大气 肤色仍旧雪白 站在白人旁边也毫不逊色 国外的科幻 总少不了硬核的大型打斗场面 印象中柔弱的女生 不知何时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格斗场面全部亲身上阵 近身搏击 他一次次因剧情设计被摔在地上 又一遍遍爬起来重新拍摄 直到各个机位全部拍到合格的镜头 收工时日落黄昏 柳如烟并不是重要角色 没有配置助理 他一个人收拾东西往回走 步伐缓慢 脚踝似乎受了伤 我追上去喊他的名字 如烟 他顿了一下 继续往前走 今年的思念画作满腔委屈 我意不意去地跟在身后 拉了拉他的袖子 姐姐 柳如烟无奈 转过身来看着我 你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你 目光流连在他秀丽的脸颊上 他吃痛地撕了一声 我低头看向他的脚腕 果然一片红肿 轻看口气 我在他身前蹲下身 试一道 我背你 柳如烟想跑 不麻烦了 我一把攥住他纤细的手腕 压低嗓子 第一次换上不容拒绝的口吻 上来 我送你回家 柳如烟比以前还要瘦 轻飘飘像一朵随时会消散的云 柔软的身体贴在我的背上 辫子散了 乌黑的长发倾斜而下 被叶峰吹拂到我眼前 几缕顽皮的发烧从鼻尖扫破 妈妈痒痒的 我又闻见那缕熟悉的香气 柳如烟用纤细的手臂圈住我的脖子 声音闷闷地从肩头传来 我名声那么差 你还来接近我干什么 眼睛看到的 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我望着前路 将他滑落的身体往上颠了一下 稳稳拖住 我的心告诉我 你不是那样的人 柳如烟没吭声 脸颊埋进我颈尖 常年蒙在眼底的青泉涌流出来 因试了肩头的衬衫 我爸是个赌棍 我没有不给赡养费 但是都被他输光了 我拼命接戏赚钱 也赌不上他捅出来的窟窿 我想反抗 他就用我妈威胁我 柳如烟哽咽道 我从来没有对我妈动过手 我最爱我妈妈了 往事被揭开 他终于回答了当年我问出的问题 不是柳如烟自甘堕落 而是有个不配为人的父亲 一直扒在他身上吸血 拿不出钱的时候 甚至明码标价 将女儿送上有钱人的饭桌 我都躲掉了 一次你爸爸帮了我 一次是你 柳如烟轻声道 你们都是好人 我嗓音发紧 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 你还小呢 不想连累你 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不肯诉诸人前的脆弱 在此刻无所遁形 两年前柳如烟轻尽所有 被轻生父亲榨干 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才将被家暴多年的母亲 救出苦海 其间的艰辛困苦 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 我听得心底闷痛 只恨曾经不够了解他 不能及时站出来 为他遮风挡雨 一路霓虹缠绵 秘国的街头 飘下几片梧桐落叶 过往的行人步履匆匆 我偏过头 并脚蹭过柳如烟柔软的脸颊 你还有我 我认真到 我不再是小孩子了 你可以试着 依赖我 柳如烟没有接茶 到一栋居民楼前 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到家了 上去喝杯茶吧 我背着他爬上楼梯 开门的人是柳如烟的妈妈 腿脚仍然不太利索 看向我的眼神很是警惕 又是讨债的 柳如烟从我背后走出来 介绍道 妈 她是我的朋友 林母松口气 将我请进屋里 端来一壶热茶 慈祥地聊了几句家常 听闻我念书的学校 他妈妈忽然叹息一声 目露遗憾 原本柳如烟也考上了这所大学 可惜家里出事 没有去成 我好奇到 柳如烟以前也是学霸 她一向是个要强的孩子 柳如烟坐在旁边擦药酒 打断道 八百年前的事 别再提了 她从不沉勉于过去 不经意间透露的脆弱 以尽数收起 柳如烟穿上拖鞋进厨房 对我说道 吃过晚饭 你早点回去 我跟在她身后 歇过她手中的食材 她手背有一小块擦伤 还是不要碰水的好 你教我来做 你手刚碰过药酒 味道太大 影响口感 柳如烟吃笑 真讲究 她低头帮我挽起袖口 那就教你一个最简单的蛋饼吧 国外的东西吃不惯 其实我会做不少中餐 但我没有说破 装傻听着她指挥 我故意在手心沾上面粉 然后向她求助 姐姐 能帮我系一下围裙吗 柳如烟笑我 果真是个少爷 在家食指不沾羊春水吧 说完将她常用的围裙拿出来 双手伸到我身前 姿势如同拥抱 我问她 还想重新回学校读书吗 我们做校友 柳如烟摇摇摇头 我有了新的人生规划 拍电影 我要当影后 说这话时 她眼中带着灼亮的光 似秋水 如明月 也心勃勃 我笑了笑 你会成功的 那么未来的影后大人 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 加回来了吗 没想到 柳如烟再次拒绝了 她退开半步 眸光闪动 露出一抹黯然 我说过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以前不是 现在依然不是 我不明白她为何总是逃避我 借口蛋饼没有学会 我几次三番 后着脸皮登门拜访 意外发现柳如烟家 楼下有人鬼鬼祟祟的窥视 原来她把挥霍光了赡养费 又欠下了新的债务 讨钱的人再次盯上她的模拟 我不希望她的事业又被毁掉 暗中帮她处理过几次 但只包不住火 柳如烟不堪其扰 只能再次搬离 临走之前 她交给我一张银行卡 你替我还的钱 都在这里面 我不想欠你 我抓住她 心头满是恍然 你要搬去哪 我怎么才能找到你 柳如烟垂着眼睛不说话 她戴着一顶厚厚的毛线帽 领冬的飞雪飘落在她线长的睫毛上 脸颊与白雪同色 两久之后她才开口 等我能挤进你的世界之后 自然会再相见的 我不明白 她一直在我的世界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 柳如烟严肃地叮嘱 不要再浪费时间找我 做你该做的事 走你该走的路 过好你该有的人生 可是 没有可是 她打断我 如果再遇到 希望我们都在顶峰 一句话将我留在既定的轨道中 柳如烟转身 像雪人消失在了川天里 四年无声无息 毕业后我回国继承家业 忙得像只陀螺 我爸恨不能将公司大小事务全人给我处理 自己乐得清闲 偶有闲暇 我翻出一本旧时的散文解法 打开书页 里面调出一张明信片来 图案上的女孩笑容明媚 红白页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凯 谢云飞同学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望着落款的名字发正 时光久远 记忆似乎都在慢慢模糊 我竟有一丝茫然 曾经那个长发飞扬 浮在我背上隐忍落泪的女孩 到底是真实存在过 还是 只是我的一场梦 没等失落两天 柳如烟的名字突然出现在热搜 凭借主演的红篇巨制 横扫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影后奖杯 她带着沉甸甸的光环与荣誉 重新踏回国门 第一件事 就是召开发布会 将当年被污蔑的真相公之于众 亲手把赌棍父亲送进牢狱 电影频道铺天带地 都是对她的采访与报道 清纯女神强势归来 亚洲最美影后有成就傍身 舆论的转变翻天覆地 当年谩骂与嘲笑的声音 如今全部变为赞美与追捧 光鲜背后的艰辛 却丝毫无人问津 我从屏幕中看着这张熟悉的面孔 少时的青色完全退去 长发烫成汹涌的波浪 红唇如烈火 漂亮的眼睛妩媚勾人 眼神却是一片冰冷 柳如烟是少有在国际电影圈 杀出一条血路的人 被逼到绝境 在海外从龙套熬到最佳女主 这条路她走了六年 重头来过 她再次登上顶峰 四年来 我按照她的要求 兢兢业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从玩世不恭的少爷 变成别人口中一声恭敬的谢祖 不知算不算完成了约定 那现在我也有权利任性一回 去她的世界里 蓄谋一次邂逅吧 念头一旦自脑海呼啸而过 我便再也按捺不住 我火速把度假养老的老爹请回来 重新按在总裁办的老板椅上 您老辛苦两年 我去办件大事 我爸气得吹胡子 有什么是比我和你妈一样 天年更重要 给你们追个儿媳妇回来 我爸皱起眉 还在惦记柳如烟是吧 人家现在不一定看得上你 那可不好说 罢了 我爸大手一挥 你瞎折腾去吧 追不上赶紧滚回来上班 得嘞 您瞧好吧 说得很豪气 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时隔太久 我不知该以何种面目去见故人 好在很快遇到一个奇迹 朋友的娱乐公司正在筹划一档恋宗 李嘉宾全是大明星 男嘉宾是其他行业精挑戏选出的素人 朋友深夜给我打电话 老谢 现在不是流行啥金圈太子爷吗 这说的不就是你 你来玩两期 给哥们撑撑场子 没兴趣 李嘉宾有柳如烟爱 近距离见到活生生的亚洲第一美女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要 卫博噱头 朋友不惜下血本向炙手可热的影后发出邀请 意外的是 柳如烟真的来了 我顿时改变主意 勇闯娱乐圈 录制地点在一座私人庄园 夏日晴朗 微风拂过嫩夜 柳如烟站在一片花树下 清风吹乱她并边的碎法 眼波流转 万千娇花不及她半分疏色 听见别人喊我的名字 她猛地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 目光正然 我轻声开口 怕惊扰这一场美梦 姐姐 好久不见 柳如烟有些不可置信 你怎么也来参加综艺 我不想看你牵手其他男嘉宾 柳如烟愣了愣 欲言又止 小孩 牵手成功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你愿意给我一个承担后果的机会吗 她犹豫了 云飞 我参加这档综艺 确实是抱着相亲的目的的 柳如烟抬眼看向我 可我不想选你 为什么 她张了张口 被我打断 又要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已经追来了你的世界 你还想躲到哪去 柳如烟雅然 半赏 她微微撇嘴 几年不见 你变得好凶 清冷的面具卸下 她声音撒娇似的 竟带了点委屈 我硬下心肠 以退为进 没关系 我不会强人所难 你可以慢慢挑选心意的男嘉宾 我转身离开 反正你不要我 我服从节目组的安排 第一期嘉宾随意组合 女嘉宾中一位流量小花 选择了我 出于礼貌 晚上我邀请她在星空下 共享烛光晚餐 美酒佳肴 家人在侧 但我并未觉出浪漫 余光总忍不住 往柳如烟的方向挑去 她似乎对约会心不在焉 男嘉宾抱着吉他深情现场 她严厉指出 对方的英文发音不够标准 男嘉宾邀请她一起游泳消暑 只穿条泳裤 在她眼前大秀身材 做的手工巧克力 敲了敲柳如烟的门 她暴毙站在门口 邪我一眼 不送你的约会对象 给我干嘛 小姑娘借糖 不能吃 柳如烟震惊 别人不要的 你拿来给我 因为她不能吃 所以我是专程给你做的 陆秀子的动作停住了 我问一份礼物 预约一次明天的约会 可以吗 柳如烟沉默几秒 将巧克力一把夺走 碰得关上门 她没有直面回答 但第二天另一位女嘉宾 再次走向我时 柳如烟将一条马边 塞进我手里 不容智慧道 跟我走 庄园里有一片宽敞的跑马场 柳如烟侧马扬边 高速的马尾便随风飞扬 一身俐落的红色气装 勾勒出曼妙的腰身 我侧马赶上 与她并驾崎岖 马蹄踏过青草 迎着朝阳跑进清晨的风雨 工作人员被圆圆甩在身后 只有一架跟拍的无人机 在高空盘旋 一路无言 纵马的速度渐渐慢下来 柳如烟忽然闪身靠近 勾住脖子将我拽了下去 无人机跟着马一起跑远 我将手掌垫在她脑后 一路翻滚到尔坡下 浑身沾满青草的味道 柳如烟浮在我身上清喘 单手撑住我的胸口 抬起头直直地望进我的眼睛 谢云飞 我本不想拉你下水 是你非要来招惹我的 她眼底仍旧蒙着一层水光 心冷 艳丽 又是人心魂 我握住她的手指 所以呢 我妈病重 时间不多了 放心不下我一个人 要么勉弹 说完我心里直达 柳如烟本来就不一定看得上路 逼太极可别把人吓跑 漫长的沉默 我紧张的心脏乱蹦 柳如烟的手还按在我胸口上 柔软小巧 烫得人心间发麻 我以为会被宣判死刑 没想到柳如烟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 她俯身 轻轻凑到我耳边 巧克力很甜 谢谢 心头一瞬间炸开火树银花 我终于放肆大胆地搂住她的腰 蛋饼我也学会了 回家做给你尝尝 做梦似的 我居然真的娶到了心心念念的人 她是无数人的梦中女神 但是我谢云飞一个人的老婆 可惜 只是契约夫妻 柳如烟与我约定 婚事只告知双方父母 无必公开 如果有一天 我有了更好的选择 她愿意放手成全我 隐婚一年 我始终坠坠不安 不久前柳如烟的母亲去世了 这种不安更是达到底 原本柳如烟就是为了让母亲安心 才答应嫁人 现在没了这种顾虑 她还愿意留在婚姻的围城里吗 更何况 我根本不确定她爱不爱我 要命了 签过那么多合同 玩过那么多尔虞我诈 从来没这么患得患事过 我抱着枕头哀声叹气 我爸还远程打电话来骚扰 忙不过来了 我要退休 你不都娶上老婆了 怎么还在娱乐圈里瞎晃妞 得知我被赶出来睡沙发 我爸更怒了 真没出息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都会跑吗 你可倒好 一把岁数还搁这儿 给我玩纯爱战神 我不耐烦地伸长胳膊 把手机放过 您知道的词还挺多 平时没少冲浪马 我看工作量还是不够饱满 老头被戳中 甭废话了 你爹是过来人 等我出招助你一臂之力 保准而媳妇主动扑你怀疑 我爸说得信誓旦旦 转头就对外透露谢家 想要商业联姻 因为隐婚 我在外界眼中一直是单身状态 不少商界合作伙伴 都透出相亲一想 消息不禁而走 很快就传到柳如烟耳对 我手忙脚乱去找他解释 却在床头柜上看到一份 早已拟好的离婚协议 一瞬间 我如坠哭 儿子 效果如何 你媳妇有没有大吃非醋 然后宣示主权 绑牢你的心 没有 柳如烟要跟我离婚 啊 怎么会这样 都怪你出的馊主意 难怪这么多年老爱我妈妈 挂断电话 我掐灭手柳如烟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毕 我敢去片场蹲守 等柳如烟收工后 立刻将人接走 莲姻是假的 没这回事 是我爸故意放出的烟幕袋 柳如烟神情奄奄 满是疲惫 你父母不喜欢我 我知道 那是以前的事 他们早就不反对了 柳如烟望向窗外 神色不明 你重新找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走到镜前 当过他的肩膀 你到底想说什么 柳如烟从床头柜上拿起离婚协议 我妈去世之后 就该把这个给你 重锤落下 砸得我头晕目眩 我禁不住晃了一下 可是我舍不得 柳如烟神色清冷 抬起手来 在我眼前将那份协议撕碎 我反悔了 他朝我一笑 牢底拨光淋淋 细看去满是挨晚 谢云飞 我不想和你离婚 不想放你自由 我不想成全 我只想拥有 可是我知道 我可能不配 心情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 我一时听不懂他的意思 如烟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我在仰慕 在追逐 在所有他看得见 或看不见的时间和空间里 独自碍然神伤 可他竟然说 他配不上我 柳如烟痒起脸 用目光描摹我的眉眼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你横冲直撞的闯进来 特别像一个霸道又中二的伤 我特别担心 你捣砸了活动现场 回家怕不是要挨一顿痛的 没想到 你爸爸一点没生气 后来还出钱给我拉资源 他对我说 小姑娘 你一定要好好演戏 千万别他房 保佑我儿子多考几分 别再倒数了 说到这里 柳如烟哼痴笑出来 你爸真有意思 不拜文书菩萨 拜我干什么 我懒然地摸了摸鼻子 交代出当年与我爸的协议 如果不是遇见你 我现在可能依然是个顽固子弟 柳如烟摇了摇头 你父母和睦 家境良好 在充足的爱里长大的孩子 不会长歪的 他叹息道 但我不一样 哪怕费尽千辛万苦 从泥潭挣扎上岸 也洗不清一身脏污 我拼了命往上爬 就是想要摆脱曾经的噩梦 只有站在足够高的地方 我才敢伸出手来 碰一碰你那个充满善意 清澈无邪的世界 我谎言 原来他所说的不是一个世界 竟是指代心境吗 柳如烟抬起胳膊 指尖挑起我的下脉 谢云飞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你人傻钱多 天真纯良的样子特别可恨 但凡我居心叵测一点 你都被扒皮细血 吃得渣都不剩了 他的指腹很软 抓在下巴上痒痒的 像小猫的爪子 我垂眼看他 那为什么不吃呢 柳如烟将手收紧 指甲掐了我一下 因为我有良心 我无数次推开你 给过你逃跑的机会 可你偏偏非要来我眼前晃 从他的十八岁 一路追到二十八岁 一次次分道扬镳又重逃 有够烦人的 柳如烟点起脚 红唇微张 在我嘴角咬了一口 但红的唇膏散发着清甜的香气 他眯起眼睛挑衅地看着我 弟弟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虚心发问 姐姐打算对我做什么呢 柳如烟弯唇一笑 抬手拽住我的领带 再手心缠绕一圈 猛地将我拉近 他贴在我唇边轻轻啄吻 低声泥喃道 我要把你也弄脏 我笑着扣住他柔软的细腰 你不要叫他七彩祥云的大英雄了吗 算了 我还是更喜欢脚踩轮滑鞋的小傻瓜